国内疫情未趋缓 进入多家医院急诊室外 挤满快塞阳性民众等待看诊 为了避免影响到医疗量能 市长刘昌宣布 市民广场从16号起扩大服务 做PCR筛检同时 也将提供患者药物治疗 我们进入市的社区筛检站的量能 基本上算是非常的充足 因为在之前最高峰的时候 一天大概是可以做到4000人次 那现在因为快塞阳性 才可以做PCR 所以我们现在一天的筛检量 大概是1100人次左右 那我也在这边要宣布 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在我们市民广场的这个筛检站 我们将会扩大提供服务 也就是如果你是 这个快塞阳的这个筛检者 你到筛检站来做PCR的同时 如果你有症状需要这个开药的话 也可以由我们在县地这个助诊的医师 来开立这个相关的一个处方签 那另外也有这个套餐的一个给药 那只要你攜带健保卡 然后还有这个部分负担80元 然后是免挂号费 就可以到我们的市民这个广场的筛检站 由助站的医师来给药 此外许多民众确诊之后 该如何填据申请居家照护 然后他不知道要去这个填写或者是申请 我们的居家医疗照顾 所以我们在给药的同时 会在药袋上面 来提供相关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资讯 这部分我们也结合了基隆长根医院 还有部立基隆医院 在领药的时候就会在药袋上面来提供 我们居家医疗照顾服务 自我申请的快速通道 那民众可以透过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加入我们医政科的这个 LINE的一个好友 来快速的进行这个申请 那申请之后有很多的一个好处 包括你可以得到这个居家医疗照顾的一个服务 另外就是你的相关的一个确诊单 还有包括你的居隔者的填写的一个回报 也可以同步的来进行 而中央近日开放长者施打第二剂追加剂 许多民众都很关心基隆的进度 这个昨天CDC有公布 这个第四剂的这个追加剂的一个施打 民众也很关心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的是 因为我们金融市是在今年的1月中左右 我们为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来进行造册的集中施打 那照中央的规定呢 第四剂的追加剂必须要间隔150天 所以我们最快要到6月19号之后 才能够为65岁以上的长者 来规划集中施打战 所以我们也会预早做准备 然后在6月19号之后 比较过去的一个模式 帮我们所有65岁以上的长者 只要他有意愿 我们开设集中的一个施打战 那也一样 这个各区造册来进行施打 这是有关于疫苗的施打的一个状况 不过最后也在这边再次提醒 虽然我们基农市 第一剂 第二剂 第三剂的接种率 都是本岛最高 那第三剂的追加剂 也达到全市人口的63.8%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再一次呼吁 第三剂的追加剂 还没有打的民众 可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 随到击打 然后希望能够提高 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记者黄烧民接种报道